白金2基1把30分 哎 你白金2基1把30分啊 那 我的有点多呀 一般只会在 钻4比如大师0 白金4大师0 钻4这样的分段出现 基1把加30 因为现在掉不下去嘛 白金2加30很少会遇到这个情况 你在0点 掉不下去的段位一直输一直输 会出现这个情况 哇这好帅 正常的吃鸡应该是42到 40到45之间 然后隐藏分比较高的 可能吃到48 50这种 如果你低于40都算是补分号 这把我们说完什么来着 给大家看一把开摆 玩什么阵龙最合适 我们还是会优先往刚才说的制高天去走的 因为我法爆起手 扶椰哥装备 手里一个公式能走制高天的 三连身的开摆吗 我其实战斗力挺高的 因为我有个两星鳄鱼 战位也摆好了 装备也合了 战斗力还可以呢 椒盐拌芒果 芒果买了 我过两天搞 芒果买好了 但我们这边没有你说的那个金黄芒还是什么 那个我买的是叫什么树上熟 我想想那叫什么 海南芒果 能弄吗 我昨天没有拌椒盐吃了一个好甜啊 那个特别甜 拌芒果得酸芒果啊 坏了 那我买的那个很甜啊 空口吃了一个甜的钥匙 甜厚了咯 海北是宁波的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宁波水油 我可以告诉 我是宁波美食活地图 所有宁波的好吃的 你只要问我 各种种类的 我都能给你找到 不说宁波最好吃的 宁波前三好吃的 比如说你想吃面 我可以告诉你宁波前三好吃的面是哪里的 宁波洛阳的 宁波长沙的 这里拿 我手里一个弓 要拿能合成的装备 看什么东西是能合什么 我没拿 就有什么拿什么 因为我没选择权 全套最好 说实话 这个全套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肯定是没有能 林波北戴河 林波周口店 连胜开百 感觉我质量不是很低 还可以 加上这个段位不高 能连胜也是正常的 但是这波好像输了 坏了 我拉能口反而输了 哇 伤害怎么这么高 完了 拉能口反而输了 一下子压力上来 有点难受了 小摊一下磨道 随时要调整了 正常来说这里不能摊磨道的 但是我这一把 嗯 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能上了 稍微摊一下磨道 可以接受 现在40块钱 拉一个海克斯的情况下40块钱 开百等于说海克斯到此结束了 那么他就给你换了40块钱的经济 这家三超音 好像是要玩亚索的 拉能口输了就很炸 因为本来你可能吃50了这波已经 下波就是 把经济起飞 但你现在的话 拉能口输了 你整个经济就被按下来了 你这个经济是用开百换来的 意味着你等于少一个海克斯的 现在有几个方向 第一是刚才说的亚索 第二是 直接玩超音EZ 我手里三张EZ两张位 然后玩那个高迅捷超音EZ那一套 第三是玩混沌之高天 三个方向 混沌之高天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因为我压力不大 我玩超音EZ 我压力不大现在 我现在没血了 三个二必须启动了 那我就可能直接冲了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三个二这波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就四十点血 五十点血 那我就得启动 我不能等到这里再启动 那就超音EZ OK 输得很完美 输到这里摊一层吧 经济挺好的 便携熔炉 便携熔炉 要金身挺好 但是我喝了看看之后 这两件加金身的话 火焰就没有回复装了 毕了 公里圆弧 公里圆弧玩火焰没有用 玩EZ有用 外面先看一下 拿这个海特自射线 你首先得去看外面几家EZ 你看这个看上去有点像 一枪 两星EZ EZ太多了 无脑飞升 就混沌了 刚才那个EZ是一个可以选的选项 公里圆弧的EZ是强的 非常强 但是外面EZ太多了 你看这家四张EZ 摆明的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的 吉祥物之星地地街区 他可能是转那个吉祥物的 威古斯 但也有可能直接EZ打到底 毕竟四张了 不要拿冷口 我就想输这里 缓拉一波 先把 因为拉完之后第一 利息不一定吃得到 第二 万一你两连胜 就是九层 你这里启动的时候 你还得挂这个魔刀 很难受 然后你现在可以拉了 现在拉的好处是什么 我赢就可以了 对吧 第一我赢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的话是 我经济吃满了 刚才可能会50吃不到利息 这波50是吃完了的 你看这波赢了 是不是 很精彩 赢得很舒服 怕怕 哎 输了 没事 小输小输 输得不多 反正没有出现 那个9-10那个情况 那个是最难受的 然后下波我就拉7了 这里我可以考虑要 无尽 或者正义 正义没了 那就无尽 太坦给ez是因为 这个东西暂时不卖 你本来可能打算给他 但他有可能会不卖 我下一波要换出一个 混沌之高天的底子出来 三混沌 三之高天 很难换 这个时候有可能 就这么点 等一下情况可能有变了 机甲其实玩不了 可以卖了 OK了 转完了 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位其实是没有卖掉的 我现在缺前排 两星的位是要留着的 你刚才把探坦给他呢 这个佛夜的探坦就得要等一会儿 还得输一步 缺个智高天很难受 我怎么威股斯递不出来啊 我递个威股斯递麻了 直接 伤害不够啊 现在 我递个威股斯 能递啥掉了 靠 现在的混沌之高天 很多人可能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因为我前两天私信看到了 后台有人私信阿北说 我这个混沌之高天完了 为什么中期过度过不去 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个这个阵笼 他当时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直接五混沌中期 然后三至高拼五混沌 但实际上现在混沌之高天 中期过不去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你要拼怪兽 你要拼两张怪兽进去 而不是拼这个直接五混沌 直接五混沌 没有雷欧娜之前 意味着你要带一二飞的挂点 那就会很弱 但你拼这两张怪兽进去 这个也可以是龙龟 你的强度就很高 这个我们今天下午发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抖音看一下 中期要靠怪兽去过渡混沌 然后我现在其实前排很高 哦爆的不错 给佛夜 这个装备给佛夜有些 威古斯 换他 三混沌 四混沌 这两个留一下 然后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基础阵容 完成了 那就可以上八了 这个质量够了 可能觉得质量不够 但我其实前排很扎实 然后混沌体系 它就越打越强 因为我有个飞升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其实质量是够的 在这个阶段 接下来就可以布地了 还是存钱 新能口13块钱 D的算 中规中矩吧 怎么样的D算好呢 我手里有两张镜 两张佛夜哥 然后这边 出个海克斯强化 直接两星 啊 狩猎律动 并肩作战 1和3选一个 我倾向于选龙王 还真得选3 狩猎律动 还真得选3 我刚看了一下外面 全是那种 能 绕过前排打我的 这个 这个 这一只 迅捷 妮可 我这个镜没有回复 有点难活 还得3 全是得3 如果不是那么多 绕过前排什么 龙王妮可 女枪这种 你这个镜 其实在后面 没什么能打到你的 佛夜有吸血的情况下 你可以拿1 稍微补点伤害 并肩配合飞升 其实是很强的 并肩配合飞升 我这里基本不会输 然后上8能口完成最终症 现在暂时不能换 两个怪兽下来下太多质量了 但是为什么来这个 这个 呵呵呵呵 好猛啊 呵呵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三混沌 这个可以滚 嗯 这波可以打个问号 很帅这波飘的 这条子也太舒服了吧 这家有点强 两星 这个 平两星这个 我靠 这家好强 要被他爆打了 没关系 我还有容错 我这家好强啊 两星盖伦 两星卡牌的4-3 这什么质量啊 怪物是吧 还有两星圣 这家是怪物吧 我现在这两个C位没二 是个问题 近吧 有雷欧娜拿雷欧娜 没雷欧娜拿瘸子吧 其实不要雷欧娜 就拿雷欧娜 这雷欧娜二不了的 放在那里就是硬对死 但是瘸子是能二的 这波真得拿雷欧 三十四十四 上他 四十四十一 正好 但是是一个大削弱 但还是得上 血量压力有点大 这把有可能会暴毙啊 连白弯的 中间有个怪物 质量有点高 没前排 所以两星二克可以换掉他 看后面补什么装备吧 完全体是在上九补个艾克 然后补个两星乘卡 才是完全体 现在这不是 现在这是幼儿园状态 两个C位一星 两个C位一星 然后多个牌一星 现在是幼儿园状态 还可以 艾克来带露 这个阵容 理论上是不需要肉装的 要肉装没啥用 艾克不来呢 混沌这个体系 他是不需要肉装的 他靠的就是前排乱七八糟的东西 加一个扎克 稍微漏一会儿 然后等个什么 这两个东西 飞升叠起来 然后去完成收割 是这样打的 你混沌强很多肉装 这个混沌一定是很弱的 然后混沌过前排 就算有莫甘娜减双抗 他也慢的 因为静的输出频率就是这样的 这瘸子他就是啪啪啪很慢的 所以 你不做轻语的 你看我们 其实这期视频里面会讲 为什么不做轻语 是因为静就算做了轻语 他过前排也很慢 就算带个电刀莫甘娜 他过前排也还是很慢 这体系过前排 是要靠雷欧娜的 然后一般来说 就是佛耶哥跳后排 静穿后排 然后派克飞后排 把后排清掉之后 再来围欧前排这个大漏 很多局面是这样的 杀人剑的精 其实很大 杀人剑 重伤 冰桨 毁输 毁输 毁输派克 带冰桨 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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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子要对一下 毁输 可以了 毁输派克 禁的杀人剑 禁的杀人剑提升是很大的 因为这版本禁加强了他的AD收益 然后他本身就是以244攻击力来做第四枪伤害的 杀人剑就是起身你的攻击力上限的 很合适 杀人剑可以说是进 杀人剑加无尽这两件装备 可以说是进最高伤害的两件 这东西留给三星派克给他吃个鬼 没问题 然后现在准备上酒 这样这把就活了 节奏很好 为什么要他呢 因为他有起始45点蓝量 雷欧娜本来放技能慢 等你开始放技能的时候 这盖伦可能已经放两个大招了 这把全是机甲盖伦 所以很早就把雷欧娜上去了 就是用来大他盖伦 我的45点蓝量就是为了给这个盖伦准备 你看他一刀两刀开始放大了 刚才那个镜头搭技的嘛 他放大的时候盖伦就放两个大招了 这就是冰甲的作用 你看你两星盖伦 两星这个不被我爆锤 不被我爆锤 准备上酒 这套阵容如果不上酒 最多就是一个钱啊 他上不了上限 因为雷欧娜2不了 镜和福耶哥是打到最后面越来越弱的 他中期很强 因为输出频率 镜的输出频率就这样 他跟什么卡牌这种上限是比不了的 阿北 怎么每天直播地方不一样 阿北居无定所 我先从那边 穷远 直播 我想想直播得放点东西下来 我最后换他一波给他看一下 最后再换回去 我想骗他到右边去 OK骗到了 骗到这一波他有可能会被我直接抬走的 16点去 骗到了很关键 我不骗的话我这个镜很难防他 你别划过来 没事艾克有一手 有一手带走 别过来别过来哥别过来 好好好 他要是直接跳到我镜 我根本打不了他 能不能直接抬 被他杀完了 但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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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再抬他一下别让我拍他 至高天转 把那个滚 净缺第三件装备 要么补净缺的第三件装备 要么补个至高天 至高天没了 AI程序 双杀能剑 双杀能剑 两星辅耶哥 这个是最好的 说实话到这个阶段 会去拿个双杀能剑的人 不是傻子就是笨蛋 我假装要抢这个伏牛转 对吧 不是傻子就是笨蛋 我就是那个最傻的 所以我抢了杀能剑 哎很对 两星杀能剑 我靠好舒服 这不太舒服了 这里现在要看一下有没有钩子 有能吃魔道呢 好像没有钩子 没有钩子 有家同行 他快死了 为什么他快死了 就你们发现没有 他为什么快死了 你看他这个体系排流的 他就是没有用怪兽过渡过 他其实都两星 质量也很高 但他没有选择用怪兽过渡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死了 那个同行死掉了 三米 他就是没有用怪兽过渡中间 所以他血没保住 你再看阿伯的血 我四阶段 一输一赢 但是我用怪兽过渡血 是保得很不错的 下两波要打盖轮呢 注意看啊 这波要怎么动 最后一秒换过去 再换过来把中间位置空出来 这两个中间位置一个空给盖轮去打他 直接打 秒 刺 伤害巨高 盖轮倒了 冰甲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冰甲的作用 很多人可能这里不会选择做这个冰甲的 但其实这个冰甲的作用很大 这冰甲给我赢了很多拨了 7级来了日女 没日女估计得输进吧 我其实日女一开始没上 来了以后没上 快上8了才上的 得上8卖2000建模才上的 7级其实我没上 我靠中期过渡没有靠这个日女 靠日女就炸了真的 一星日女中期上去就炸了 我超三星女的墙 怎么这么突然啊 哦哟 完了 这波我要打他 法医 这波我的站位很细 能不能过就看这波了 我特意为他拿的这个法医 派克直接往那边飞 派克的对角线 第一波直接往那边飞 晕住 启动不了 雨坦直接过 然后静开始点 他还没启动 第4枪 没穿对 第4枪 第4枪穿对了 就这 三星女枪是吧 哎呀没给他抬走 靠 这波站位就是为了他设计的 法医也是为了他拿的 但是 没抬走怎么办 下波可能设计不对了 我感觉会有两点选伏笔 哪个人对我死啊 是不是女坦啊 你不死不带走的嘛 这波要换这边 这个是开了大一类的 这个是开了大一类的 不能让他穿对角线捡攻速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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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个拆 最后给他再准备一个拆 最后一波的时候再拆 现在先不拆 现在打这些应该是打得了的 不然我反正打不过他 真的 那儿反正打不死啊 哎 完了 他也打不过 啊 79块钱 37 启动一下吧 上9了 我现在上9挂是吗 我现在上9挂是吗 不对他这龙王怎么也三了 啊我看到了什么 他为什么龙王也三了 那怎么打 我怎么打 哥 等等啊 他龙王也三了 我怎么打 啊 秘书 制高天开死 制高天肯定得给混 这我和他干嘛 派克 派克的控制挺重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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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不过来了 最后一波 照得到吗 还不动呢 还有一波 还有一波 我感觉这不知道怎么打呀 他妈差的也太多了吧 我要上控制 什么稻草人 这东西都是没用的 稻草人 还有什么控制 掉一点 还有最后一波 好难打呀 这两个三星四胚太了 螃蟹 分女螃蟹 稻草人 稻草人 直接跳 派克从这边过来 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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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女不要 这东西到最后都差一招 抓到一个 抓到一个 大招 大招 哥大招 大招 大招 控住了 以前没启动 不是 这 哎呦 这打不了 打不了 其实控制链接的挺好的 你怎么这么虎啊 怪物吧 两个三星四费 什么怪物 这 这怎么打 他一个三星四费 其实能打呢 又来一个